Hello,大家好,我是Raymond,雷萌子 今天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档案设定完出存了 怎么会容量变大呢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我们要来介绍水滴文字的做法 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档案我们设了700乘以1000像素 解析度是72 这个设定我们都设定好了 然后帮他做一个存档 他的解析度呢 已经从原本的72变成96 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下 设定要注意我们一般档案呢 在影像模式 这里会有8位元跟16位元跟32位元 这个位元素的设定会关系到 你影像中每一个像素中 会有多少的色彩资讯 所以每个像素的色彩资讯越多 影像中可以用的颜色就越多 影响到影像大小 就是我们会帮他增加他的位元素 所以位元素越高 每个像素中储存的颜色资讯就越多 一般大家所使用的图稿 我们都会使用8位元的设定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的档案 都先检查一下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先用RGB 那之后就是直接再确认一下 有没有8位元 那我们做完影像处理之后 要输出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转换为CMYK色彩 做图的一个流程 那如果你的图没有印刷 那你一样维持你的RGB模式 我们今天如果你在存档的时候 会有遇到刚才所说的 原本要设定72变96 那这个情况请你把你的模式 改成8位元再去进行转出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把素材拿来使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检查一下档案的设定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水滴字 滴在胡锈钢板上 水滴在上面除了一个反光还有下面纹路 放大的效果 放大进的那种概念 边缘会有一个很锐利的黑边 然后一个高的一个反光 好这个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除了做出这些反光以外 光的折射进来 这就是要去帮他注意一下 我们要做的是像这一组字 文字做好之后呢 做一个具有水滴感水润感的一个文字设计 它可以换不同的背景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你如果要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可以在刚才看到的水滴呢 帮他做一点放大的效果 概念逻辑可以从劳力士手表里面来看到 一些手表它上面有日地窗的话呢 凸凸的这个叫放大珠 从正面看可以把日地窗放大 也就是说让我们在阅读日期的时候呢 可以看得更清楚 侧面长怎样呢 我帮他转动一下凸起来玻璃 所以这跟我们的水珠是一样意思啊 放大珠的效果 这部分就是你做比较细一点 可以去注意到这边的细节 就像这样效果 再就是跟折射呢 还有放大效果 要做更精致更逼震的话 这个细节就请好好地思考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 怎么制作呢 首先我们开一个档案喔 那开档案的话 请你注意 就背景放了一个是不锈钢的纹路 那上面呢再打一个 你所要做水润感文字的字型 那在挑选上请你选择旁边是圆虎的喔 这样会比较像水滴那种表面张力的感觉 Ctrl 这样子左键点一下图层的缩图 点一下 这个小缩图左键点一下之后呢 产生选取范围 帮他填上白色 白色在工具箱下方 预设前景和背景色 按钮按一下前景为黑背景为白 我先新增一个空白图层 然后填上白色 Ctrl 加 Backspace 填上白色 取消选取Ctrl 加D 好我们现在把字变成白色 图层面板下方 Fx 图层样式 点一下我们选择 混合选项 点开跳出对话视窗 请选择斜角和浮雕打勾 我们的浴室请勾选 我们这样在调整的时候才看得到细节 点到斜角和浮雕点过来 好这边选内斜角平滑 好这边改到95 73 好这一种浮出来的感觉 这边改 角度120 这边65 让他一个浮起来的感觉 好像这样 好这边一样绿色 100 20 好接下来换下一个 轮廓打勾 点到轮廓 55 再换下一个 笔画打勾 好笔画部分 来听个颜色 这是选黑色 确定 好这边选颜色 4个 4个像素 外部 正常 这边改75 好慢慢的把他这一个外框的颜色做出来 好再看下一个 内阴影 上面色彩增值 15 10 40 11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断面 选用柔光 让他亮起来 100 132 37 好再看下一个 阴影 选用色彩增值 这边50 15 0 28 好这个调完 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 目前我想要调的是这种效果 15 好再它下面一点点出来点 按下 确定 确定完之后 我们这一层呢 改成 10 光 再把填满 改成30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会看到这个文字呢 在上面是有呈现半透明的效果 对吧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水润感文字 水滴字的一个做法 当然这里面 我们刚才所做的FX的设定呢 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呢 再做调整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可以点斜角和浮调进来 我现在进来之后呢 我可以重新调整深度 这边都可以再拉一下 再拉那个光泽感 还有尺寸 或是柔化状况 这边你都可以再重新去调整哦 因为我们现在效果做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点过来这边 重新的去调整 这些都可以再去做设定 调到你觉得蛮OK的效果 其他的背景呢 你也可以套进来试上看哦 把它换背景 以上好 谢谢各位 下个影片见 拜拜